你猜是什麼活動 看這個遊戲 他的喜歡 喜歡怎樣 喜歡玩遊戲 如果你注意看 我們今天是彈手機 他們老人如果有上面年輕的老人家 在電腦前面 他大部分的時候不是像 我們的年輕人在瀏覽網路 他在像接龍 或者是玩跑 然後那個牌中的博之圖 我們有一個很大的螢幕 讓大家可以跟著那個電腦 一起下棋 那我們真正去的殖書館 有一些有個牌桌 這瘦了四個人 大家可以親在一邊的下棋 那所以我覺得遊戲 遊戲可以是單人玩的 也可以是多人玩的 所以我覺得遊戲會是未來科技 不管是手機 或者是為老朋友思考的過程當中 你的不可迫全 而且遊戲可以怎麼樣 視訊可以到 對 可以放單 所以我們都需要 我們現在就開始需要 所以我真的想要 再講到我玩2048玩得挺開心 那我媽最近這個 因為多重疾病 所以事情非常的低落 然後我就問我 問我弟說 欸我覺得2048很好玩 要不要介紹他玩 那其實他還是 我的疑問就是說 假如他不習慣使用手機這種遊戲 這種電子性的遊戲 那我自己就問我說 你要告訴他他為什麼 在這樣子的一個情緒很低落的一個狀況之下 他要來玩你介紹的這個遊戲呢 那我就無解 所以這個議題又放著了 那我就不知道說 岳老師剛才講到那個帶肩的互動 如果我們現在年輕人都不結婚不生小孩 我以後是不是創造機器人也 好 我跟他進行帶肩活動還是怎麼辦 我Cue你你最年輕 不是 不過那個 我現在是這個館的朋友 然後非常歡迎大家來這裡 那今天感覺不是那麼舒適 我會想辦法改善 我真的是太有趣的太熱鬧了 非常歡迎 那剛剛楊老師講 我先回應一下最後那個 那個 提到的那件事情 如果他不喜歡的遊戲 為什麼非要他玩 他會不會有別的遊戲 不需要是手機 有什麼怕是怎麼玩 也不一定是說有 那在你感受 對 因為我們過去 其實我們真的都在做機器人 然後是參與一些機器人 研發跟使用研究 是我們過去做那個 數位學習的一些教具 我們也做過一個 我把它叫虛實整合 就是我們虛實整合 虛實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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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對對 做一個電子積木 那那時候也有老師跟我辯論 我跟很多那個工程的老師 我們都是同位 然後不同的工程老師 也有不同的那個 那個爭辯方式 那在一個經驗裡面 他在爭辯的是說 明明就都可以用動畫 你幹嘛 你不要有實體的東西 那我的看法就是說 因為我自己覺得背景 我們說我們人還是需要 一個實體的東西來感受 那我們把這個實體的 跟虛擬的整合 然後他還是不接受 他就覺得說 我來整合 動畫都可以做到 我怎麼樣做 我說那我們來做實用 那其實這種東西是說 他會比 比純粹在網路上 純粹在一個 虛擬的時空裡面 他其實是會有一個更真實的感受 那當然那時候我們很刻意的 帶到教室來就是像這樣 那大家就是去用電子機 可是他同時會比 原來的機物更好 因為他會有很多 不相感受的東西 然後他會感受到 武器 對我們可以看到 他們在做什麼 那當然內容 都可以就是這樣的 像我看法就是說 遊戲有很多種 那是不是已經都是在手機 那手機是不是全部 那其實這是一個 我想會來大家會再繼續討論的 那比方說今天如果 這個工程師來 他可能就說 你知道嗎 不用我的眼鏡 幹嘛不用我的摻戴科技 為什麼一定要是手機 那你說東西都帶在身上 那又太小了 我看不見 然後說你帶我的眼鏡啊 那以後大家常常會有車或是人或 我都在看 站在一起 那其實各種東西 有他的優點 他的缺點 那我想 手機當然是一個 很方便的一種 一種整合的一個形態 然後他一定會清楚感想 可是那還是要解決那個 Display的問題 因為要不然放大鏡 我就要去哪裡放大 我也很需要放大鏡 看清楚 對 那我覺得說 其實有很多面向可以討論 那我就繼續 就是 輕鬆的講什麼 不是來提管 但是不是覺得說 有時候 像剛剛那個林老師講的 那個 人音的基因 跟什麼 跟運動 那我回到那個人音的音 那其實是一個音子 音子 那我覺得很多時候 在設計動作的時候 包括工程師 包括設計師 包括我們很多人 那或者學校老師 常常都想當然有在設計 那你不知道那個音是什麼 所以我們會主張說 你來去看 音子是什麼 到底是什麼因素 那人音很多過去的理解 都自己做的舒服 為什麼不舒服 就是因為我們脊椎是彎的 所以你給他很直的東西 給他很軟的東西 給他實在 他就是很不舒服 你要去了解他背後的問題 所以我會覺得說 要往這方面去探索 剛剛像我講 就是 可能有很多這個需求是什麼 那需求其實會回到那個音 那個音 那個心理的音素 或者是生理的音素 就是 是 應該都需要考慮 所以我就會挑戰說 欸 老人手機只是自放大 還是放大而已嗎 只有這些嗎 還是說 你說省電 這個 就要以什麼 耗電軟體嗎 剛剛已經好幾位老師講了 我們這個 聽眾也有講 然後大家其實都很愛我遊戲 但是又把他引起 然後我又很無聊 毫無聊 毫無聊 應該有跟我講話 然後玩個遊戲 你還說耗電吧 我一直 那我怎麼辦 那你就覺得我很懶 我會衝電 我有那麼懶嗎 是有 很有可能 其實 要換一個想法是 你為什麼我化手機 變成什麼手機 好什麼什麼 本身就是個 我本身就是環境就會幫我充電 因為現在這些技術都有 好 那我們就要去回到很多 很多技術的可能性 但是 這個因是什麼 因為你 如果他最重要是你去除了 好 那這個我想 會是可能的念 有些我們太 不太對了 那高音哲有需求 剛剛那個 那個 山莊老師已經講了 剛剛那個有多需求 還有一個資訊的需求 那我覺得 除了資訊以外 當然還有很多面向的需求 那還有很多 剛剛講的 心理的需求 那可能還有很多輔助的需求 那很多輔助 它可能不是這個手機 它還有很多手機以外的科技 好多的需求 那我覺得就是說 一個所謂智慧 智慧手機的智慧 它是不是 我很同意要融入生活 可是智慧手機是再來改變我們的習慣 那現在看似 但是外表開始是這樣子 大家都改變 好 以前智慧手機不知道要幹嘛 以前應該說PP的時候 不知道要幹嘛 因為它只要很急性質疑 那我反正智慧的也很好 那現在智慧手機 因為太多東西被整在這裡 所以確實改變的習慣 改變大家 都戴著它的習慣 可是智慧的概念 不是要改變習慣 手機改變種的習慣 智慧不是要讓我們去改變習慣 其實智慧的智慧是要兩聲定作 它了解我們的行為 它了解我們的習慣 而在適應的 那我覺得現在一個年輕的 所謂年輕跟高年 有那麼差啦 我只能說 資訊手機跟智慧手機的落差 其實是落差在哪裡 就是包括很多 剛剛這位貝貝也講 我們台灣很多設計的東西都不太好用 包括很輕 都不太好用 可是你都在用 你怎麼忍受捷運那個售票機這麼難用 你怎麼忍受滿高鐵的按兩個螢幕 我常常在那裡確認不掉 因為你刷卡 然後有人就刷卡 人不行 到上面的人 怎麼會有這種設計 可是你會不會去投訴 不會 因為你趕快要去做這個 你趕快要把新聞卡拿回來 你要趕快走 那我們就放任了這個不方便 形成一種習慣 那其實不對的 其實它智慧的法式這些東西要整合 可是年輕人會去適應 那可是如果是比較科技陌生 或者是說高鐵者 他可能就傻在那裡 像我一開始也傻在那裡 我每次去也是照樣傻在那裡 就忘記了 沒有那麼常做 那我就忘記了 那我就覺得這真的是一個很方便的東西 可是我也很懶 我已經去投訴了 在這裡分享一下大家一起去投訴 因為這種東西應該是可以改的 應該是可以改的 那我意思是說 智慧是要了解我的行為 當然是一個很習慣 所以我們在進學 或在教育裡面 都常常跟人家試性 試性 為什麼要試性 就是要適合我們這個人性 這個我覺得是應該要這樣來思考的 那剛剛有一個議題 就是使用者 森老師已經講 就是說有高靈者本人 那高靈者本人就有健康老人 這個失明的老人 那當然也有介護中間 他就沒有那麼障礙 可是他有一點沒有障礙 那我會覺得說 其實有一種人 大家沒有特別去談 特別去談 就是我們在講高靈或老人 或者是科技的時候 我們上次直接對到那個失明的反應 可是我會覺得說有一種人 其實我本來也是這種人 就是照顧者 要照顧你的高靈者 那這個照顧者其實也需要一些行動 可是不知道誰給你行動 最近不是說知道快去下來 還是我們去了一個科娃寶典 我跟你講你把下來這麼難還是沒有去 可是有很多 那其實社工的專業應該可以告訴我 可是我覺得科技應該可以進來在車區 你每天去在那看醫生的時候 然後醫生就說你有沒有寄湯雪 你有沒有兩大雪 你有沒有怎樣 你有沒有怎樣 我說有放在家裡 那我怎麼拿攜帶 那你就說你 誰叫你不加入 我不同的計劃 然後聊天去買中心保全 你買什麼 那就覺得 那我一定要加入什麼嗎 為什麼沒有更方便的一個體質 更方便的一個體質 或者更方便的APP 更方便的一個東西 像照顧者 因為他不會用啊 高音者不會用 照顧者必須用啊 可是這種東西 我覺得還蠻少去談 台灣還蠻少去談 那我們常常講說 環境最好全部自動化 可是那個時候你的家會被改裝 成一個很奇怪的樣子 我信的話去看看各種智慧 成果 Leave in that 改造成很奇怪 剛剛 衛生老師的DEMO 我們有去過嗎 我們之前還在選擇去看 我覺得說 其實應該會有環境裡面說 你會覺得說 會不會有環境進來 看到我會幹嘛 不是可以太進來 因為環境太通通聯網了 那現在的那個不聯網 這個 Internet and Things 都在講這些 技術都做得到 可是我們就要比較適性 然後也給人 有一點安全感 私密感 任何東西 我覺得在科技裡面 還是要去思考 那我覺得很多那個 手機外的科技 也是就是應該可以去思考 那我覺得HTC 學HTC有點壓力 你是HTC 你不能講說一個商商做不完 做不完 因為你是HTC 我不是 我們一天去創業嗎 後天就倒閉了 那一種 我覺得應該是 應該要有一點 這個 有一個 有一個報復 那這樣可能送給人 如果想要他做這些東西 他把所有的家庭都用 他把所有的都在整 然後他去 他把所有的家庭都用 我覺得HTC 應該是有這種東西 那我要講的是說 當大家其實 多多少少提到 這個概念 是不是我們要有這個 年輕人手機 暴力的手機 然後最好還有一個 中年人手機 還有一個 初老 中老 高老 老老 或者人瑞 的手機 我是覺得說 可能不用 可能不用真的這樣 因為很多東西其實 我會這樣講 比如說 一個小小小的捷運 只要你能看忍實 又方便 後面整個方便 你只要這樣 那捷運機器 不要分兩台 那就不會有人 傻在那裡 那不會傻在那裡 其實等於說 障礙排除的 其實都一直可以 很方便 那我們其實 常常是我們 在試用方便 我們在整那 但我們就這樣 一起 一直這樣 操募下去 就會說 那我特別再去 會高音的設計師 我覺得這東西 才有一些 可能被討論 因為這件事 比較輕鬆 所以我也拋了一些議題 當然還是有一些東西 是特別需要 被他們做的 一定有 不過我是覺得說 如果從 系統軟體開發的角度 要想的是說 只要人是方便 給方便使用的機器 他應該對各種年齡 都是方便 因為各種年齡都有障礙 可是現在講說 學生啊 可能很快很 你就老化了 因為你天都要crush 你快想自己的運氣 他可能很早就 就需要了 這些東西 不是我很需要的 所以只要等方便 大家都方便 剛剛講 所以我也是 套之斷 各位分享的東西 謝謝